这是一个风雨偏移的屋 在冰城里一间小屋子 一个一家三宫 坏是温满幸福的家 一个永远无幸 没有一幕狂病时的双眼失明 哥哥经年牢牢 在一间小工程里当技工 不幸又被铁砂打伤了眼睛 严重无法作为 一家的蜘蛛杀手 母亲因为经不起精神长期煎熬 神经也变临错乱 天天则里嘀喃着在街上乱跑 妹妹 妈 出去 今天 哥 您家还想说 妈进来神经有点失常 在街上乱窗 又叫又笑又哭的 哥哥 你看见了没有 哥哥 听说你的眼睛受伤了 看了一声没有 看了一声 妹妹 你吃贵了 还没有 我还饿 本想吃个猪变粥吃 可是 我又看不见 我现在猪给你吃吧 你都没有 妹妹 你等等 我到外边去买点东西回来 我听到外面去笑你的 不要紧 她是出去的 她真的买东西了 没有 伤了眼睛三个月没有做工 看医生已经把所剩下的一点钱用光了 生活着重担重重的打击 在雨中 她茫然地走着走着 在暗淡的街道下 在纷飞的雨点里 往事前程在翻头 往事已模糊 前程更是一片灰暗 她不知不觉地走上了一座高耸的建筑物 就在那第十层楼的地上 我无法再安心去 妹妹 妈 原谅我吧 有人跳楼啊 世界上人有千千万 但是总过来说只可分为两种 就是幸与不幸 人生旅途就像汪洋中的一条船 有的走在中央 有的漫步变成 有的被人救济 庆幸生还 有的死在海里 被烂头死亡 汪洋 有的地上边 有的记者是什么 这家人有的在中央 有的事 有的皆是 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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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 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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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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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